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請到自助旅行貝包客社會的新任社長Jef 來為大家說幾句話 Jef 我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你本身是做什麼職業的呢 目前現在在跟我女朋友一起進一家咖啡店 咖啡店喔 叫什麼名字呢 叫Lins Cafe Lins Cafe喔 那請問一下招牌產品是什麼呢 招牌產品就是我的這個白鬍子咖啡 為什麼叫白鬍子咖啡呢 因為這跟社團沒有關係 這跟社團是沒有關係的嗎 不不不 我們背包客都很愛很咖啡 對啊 所以我創了一個叫白鬍子咖啡 那你一杯咖啡裡面呢 可以喝到三種不同的風味 你可以來試試看 不是喝到三種不同的白鬍子喔 不是 好 請問一下你參加這個社團呢 有什麼感覺 為什麼現在會接社長呢 因為我們從98年的9月份的開始的時候呢 跟Wendy一起策劃這個社團的成立 那覺得這個社團很棒 那以前我也成立是一個背包客 所以 背包客呢 一開始就是需要找一些資源 那找一些資源在網路上找的資源有一些很多 但是不見得有匯整 或者是很正確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幫我們所有的 然後台灣的一個背包客呢 就在一個會整這些背包客的資源啊 然後呢 供給大家方便的去尋找跟搜尋 並且在這上面可以給到更多的資訊 是 新任社長 Jeff是一個內向害羞又震驚的 那是因為他有點小小緊張的關係 不過相信我們社團 在Jeff的代理之下 終於可以辦像一個比較正式的社團 再也不是一個散漫的組織了 好 各位 最後可以跟我們喊一下社團口號嗎 好 我是背包客 我要環境全世界 耶 謝謝